中華民國外交部 自鄭中森 聖多美 葡萄西比 民主共和國 於民國105年12月21日 決定終止與我國的外交關係 我國自表遺憾 基於維護國家尊嚴 我國決定自即日起終止與 聖多美 葡萄西比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並且撤離大使館的技術人員 以及停止一切雙邊合作計畫 我國自1997年5月 與聖多美 葡萄西比共和國建交以來 積極協助盛國推動國家發展建設 雙邊合作範圍包括公衛醫療 農業 基礎建設 能源 教育等領域 特別是在抗瘧疾防治計畫 我國駐聖國的瘧疾防治顧問團 成功地將聖國瘧疾防治疇發生率 從2003年的50%降到2015年的1.01% 世界衛生組織在2013年宣布 聖國已經進入瘧疾的根除前期 這個成果是永遠共同的 我國與友邦的交往一向本於誠信與互惠的原則 在能力的範圍之內 盡全力協助友邦發展 但是呢 聖國政府因為財務的缺口過大 我國沒有辦法滿足它的需求 稅即罔顧兩國近20年的邦誼 試圖遊走兩岸代價而沽 對於聖國政府如此輕率而且不友好的決定 及行徑我國深表遺憾並亦以譴責 台灣致力於擴展國家生存空間及踏實外交的立場 絕不會因此而有所動搖 有所改變 仍然將秉持積極貢獻國際社會的信念 與世界各國共同努力 爭取合理國家的地位 提升人民的福祉 並且共同促進國際社會的自由平等大力 試圖選擇 雙方向外 稍微 令人